瑤瑤今天是以一位優秀演員的身份來到現場 對她競馬獎最佳新演員耶 這個妳出道到現在為止喔 妳現在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我們大家都看到 妳要不要跟現場的同學分享一下 究竟這個演藝圈要當一個藝人 跟你之前還沒進來之前想像的最大的不同是在哪裡 我其實根本沒有想像過我要進演藝圈 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嗎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這件事情 就跳進來就是跳進來了 然後我覺得可能現在一般觀眾看到的 就是我們光鮮亮麗的一面 是大家比較看到比較多的那一面 可是其實背後有很多很多的辛苦是大家看不見的 對所以我才知道喔哇原來藝人其實蠻辛苦的 對要做的事情很多 當然工作人員當然也是大家也是都非常非常辛苦 對就是很多大家看的都好像一面 但是沒有看到背後的辛苦 要付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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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對然後這個因為一個電影裡面的環節裡 每一個部分都非常的重要嘛對不對 演員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妳現在在演戲上面來說 我們都知道成績很好 最值得期待的國片星星啊 你又沒有 星星 星星 你有沒有自己還想要嘗試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演很多耶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導演說他拍了一個紀錄片 就像過了一個人生 我覺得我演了一部戲 也像過了一個不同的人生 我覺得每一個就是你去嘗試每一個角色 你會我覺得我的視野會變得越來越多 你會用不同的個性看同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他其實會有很多面 對我覺得真的就是去活了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我其實每一個角色都蠻想演的 那近期之內 我人生最大的夢想是 就是可以去演一個大製作品的片 因為我覺得我很好奇那種大製作的電影 到底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對就是像那種可能好萊塢啊 或是在內地有很多很厲害的片 我蠻想去看然後想要演動作片 動作片 對但是我也很想要演那種比較冷門 比較少大家少關注議題的那些角色 對我想要可以藉由我的力量去幫很多 可能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大家沒有關注到的事情 幫他們發生 其實有很多演員自己演著眼子 就開始當導演了 你會想嗎 喔 我不會 我覺得當導演 我覺得當導演太難太難 我覺得演員我們只要演好戲就好 我們只要把劇本背好 然後我們進入角色就好 可是導演不是 導演是他要站在目前前面看所有的事情 包括燈光 然後可能從劇本前置啊 然後美術我這場戲我要什麼樣的景 什麼樣的燈光 然後什麼樣的畫面去呈現 然後有的時候還要顧及到就是各個工作人員 或者是演員的狀態 導演也要去幫忙 我覺得導演太難了 然後現在還要幫忙培養我們這個學生的教育 真的我覺得沒有教育 我覺得導演是一個 導演的工作其實沒有什麼 你知道導演的工作是什麼 導演的工作就是 我找到一群非常專業非常厲害的一群人 然後只要給一個方向然後大家就做出來 其實導演真的沒有在做那些事 導演也要懂嘛 導演也要懂嘛 你要導演同語嗎 所以是在這裡 或是演員在找優秀的演員 然後演員在那一隻葉子出來 導演很重要的物質 要坐在椅子上罵人 沒有沒有 所以其實可以嘗試這種女鬼有沒有興趣 可以啊 是不是 yeah yeah 我們現在構成了一個合作 讚讚讚 那時候同學們以為說 我們剛剛那天洗衣去聽 都會說我們 找你什麼罵人 導演罵人 真的簡單他們三位的一個簡單的一個分享